安倍于此已经过去快一周了 随着凶手山上彻野的招供 和警方调查的不断深入 他的身世和秘密逐渐被揭开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安倍于死地的导火索 竟然是韩国某叫 今年41岁的山上彻野 出生于日本奈良 家里还有一兄一妹 他父亲毕业于名牌大学 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建筑公司 母亲温文尔雅 小的时候家境相当富裕 但山上5岁的时候 父亲突然离世 家道开始中落 可能是继承了父亲的学习基因 山上从小就是一个优等生 到了高中 他读的也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名校 又爱运动成绩又好 他在同学里面知名度很高 不过就在这个阶段 他的人生从顺风顺水 开始急转而下 或许是父亲死后为了化解悲伤 母亲和一个叫做统一教的团体 建立了联系 这个教是韩国人文显明创办的 他们的峰会势力遍布全球 性重高达三百多万 山上的母亲接触后 开始不断捐钱进统一教 在外祖父去世之后 他的行为开始变本加厉 1999年6月 为了捐款 他直接变卖了继承的土地 和自家的房屋 这一年 正好是山上彻野高中毕业 自然 学霸山上没上成大学 只能进了技校赚钱养家 但即便如此 妈妈还是乐此不疲的捐款 累计捐款超过了一亿日元 2002年直接把自己捐到了破产 而这一年 山上的哥哥患上了重病 没有钱治疗 不想拖累家人 于是自杀 从此 山上对捅一教 埋下了刻骨的仇恨 2003年 家庭困难之下 山上加入了海上自卫队 有了枪械知识和设计经验 在这里 他过得依旧痛苦 还有过自杀未遂的经历 未来对他来说 好像永远望不到头的黑洞 三年任期满之后 他一直辗转不同的公司 做临时工 2020年10月 山上进入了京都家工厂 做搬运工 实薪1800日元 工友对他的印象是 认真肯干 但为人孤僻 对自己的私生活 绝口不提 2021年春天 由于家庭冲突加剧 山上独自搬到了一间单身公寓 与此同时 他的性格也越来越阴沉 5月15日 他离开了公司 与山上同住一个公寓的邻居回忆 从去年秋天开始 总是听到他家 传出乒乒乓乓的声音 像是在施工 现在回想起来 他应该是在造枪 施法后 奈良县警方 在他居住的公寓中 找到了五把与凶器 类似的自制枪切 还有用来试枪的木板 和自照炸弹的原料 后来山上公认 他造枪的方法和原料 都是在网上找到的 自己也曾尝试做炸弹 但没成功 本来 他准备报复的目标 是毁了他家庭的教会头目 但因为刺杀难度太大 他就把目标 转向了多次参加过 统一教集会的安倍 他坚定的认为 统一教传入日本 和安倍的主妇 以故著名政治家暗信界 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此一来 山上熊熊燃烧的复仇之火 就彻底蔓延到了 这个前首相声上 案发前一天 山上曾随安倍团队 到了岗山 只不过当地戒备森严 于是只能把暗杀 推迟到了奈良 为了确保计划顺利 他还提前进行了枪支试射 并在演讲前小时 就到了现场踩点 他落网后 依旧对警察说 我无论如何 都要杀了安倍 这就是山山彻野的故事 我觉得 他的人生好悲剧 不知道看完了你 有什么感想 今天的小英文 复仇 Revenge Revenge OK 我是娜娜 欢迎关注 明天继续来听话 把罗门阵